不過對於中國來說 中國現在很多吃瓜民眾 為了要Follow台灣這個MeToo 從這個政治圈一路演織到演藝圈 他們現在最痛苦的事情是什麼 要學念繁體字 各位為什麼 因為中國是簡體字 所以同文同種根本是不成立的 為什麼你們都是簡體字 我們是正體字 也就是俗稱的繁體字 現在對中國的這個 相關的網路小粉紅來講 痛苦痛苦 為什麼 因為他們想盡辦法翻牆 過來還要學看我們的繁體字 很想吃瓜 我們現在看簡體字用拆的對不對 他們看簡體字更煩 我們看簡體字是很容易的 稍微有點看到 因為有邊沒邊 沒邊讀中間對不對 我在中國對不對 不容易報的那麼多 報的那麼精采 所以現在 而且我跟你講大不敬 為什麼 因為你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到中國去訪問 竟然被黃紫膠 爆大小SC讀 這種問號的這種儀式的信息 第一名啦 對第一名 砰的打過去了 然後緊接而來習近平的生日 也被他壓過去了 那可見中國的網友也很注意 就是台灣這些發生 然後呢 今天報這個 明天報那個對不對 對他們來講是不可思議的事嘛 以為說那個 me too 姓騷擾老師會往下掉嘛 結果沒想到 砰砰砰 越砰越大對不對 而且最主要是人設崩壞 然後形象越好的人有沒有 你形象越想不到的人啊 結果你這樣砰出來的話 好像黃紫膠就是 黃紫膠 因為你沒有想到 他現在的這個形象對不對 還代表 還幫我們司法院 拍了國民法官的 相關的這個廣告等等啊 但在這個三段影片呢 那麼連打13個藝人對不對 反而大傷了黃紫膠 為什麼 我闖紅燈被交通警察攔下來對不對 警察說 他們13個闖紅燈為什麼你都沒抓 他們之前闖紅燈你都沒抓 好像脫背別人嘛 好啊 事情大條為什麼 他現在手上有四到五個節目 他的商演啊 他的這個主持啦 還有電台啦等等啦 聽說去參加一個活動 30萬耶 目前為止台灣最關 全部人當媒體幫他算了一下 一個月損失440萬 他一年有5000多萬 我問你 要怎麼辦 整個都開了 結果沒想到 顏雅倫也來 你知道嗎 結果呢 顏雅倫也因為這樣 本來的主持棒沒了 然後緊接而來呢 包括真人秀啊 包括代言 10個代言呢 也影響到 甚至於連本來錄好說 台南市有一些國中小學的 這個畢業典禮的這個支持相關 也都取消 趕緊就把它取消 然後呢 一些主持棒全部取消 估計一年也損失大概5000萬 這兩位兩個每個人都損失5000萬 這你想想看加起來1億囉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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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就真的是可惡 你知道嗎 那不是道德上的瑕疵而已 那變成形式上的犯罪啊 你要知道 如果是性侵的話 性侵的話 一件又一件這樣出來對不對 很多人都一開始都不講 我想指控NONONO的 是手下留情 對 因為指控顏雅倫這個是要給戲 對 一直強調他16歲 恨 因為恨 你知道嗎 那指控顏雅倫的 現在顏雅倫也有刑責問題 然後NONONO這個是最重 那除此之外 你看當時 曾經跟他這個代言的 加盟的這個雞排 漫家雞排 馬上出來說 他們在2019年已經終止合作 開玩笑 這個當時的 當時 因為你的名氣 所以呢 因為這樣子生意很好 聽說最多的時候號稱 全盛時期70家店 每個月就收了幾千萬 但是現在這件事 大家喔 避之為恐不及 大家趕快切割 不然你生意的都去收就應用嘛 那還有人當然 有人講到說 雞排為什麼賣那麼多 告訴你 有人說啊 他們有個朋友啊 因為家裡本來滿有錢 到後來負債兩千萬 去賣機 賣雞排 賣到後來說 已經有好幾棟的四棟房子 還清兩千萬 還清兩千萬 還有四棟後便座 大家懷疑啦 說真的這麼好 當然也不是用雞材子 他不去付出代價 他很辛苦很幹嘛啦 所以你就知道啦 那我告訴各位 這也不是聽 我聽過最離譜 我以前在社會新聞的時候 有一個大姐 常常到各警察分局 警察分局的這個刑事組 偵查對來 跟抓腳 你知道嗎 賣月票跟抓腳 抓腳 那手我都不敢 看他的手都撲起來 對啊 我有一次跟他開講 他說 他抓了二十三十年就對了 很辛苦 很痛 他有七棟房子 換你哭了 我聽到他七棟房子的時候 我突然跟他發言說 我這雙手有夠無路營 你知道嗎 我如果有七棟房子 我每次都碰壩都沒辦法 那是辛苦錢 那是人家歡喜做甘願獸 最後才能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我們來看看 這個me too事件 這個爆成這樣很多 我來問現在是文學圈啊 藝術圈啊 娛樂圈啊 政治圈就這樣燒完了嗎 還有什麼圈 還會繼續燒下去嗎 老師 其實我們講的子五毛友 就所謂的桃花 不管在年月日始 就是桃花 所以子就是鼠年 那五就是馬 毛就是兔 有就是雞 所以只要有這個子五毛友 就容易有桃花事情爆發 或者是發生 那今年因為是兔年 所以兔年來講 其實就是桃花年 所以今年也比較容易 有桃花事件發生 那甚至呢 那我們在這裡面 其實今年兔年 所以兔就叫做子太歲 那雞叫做蔥太歲 那個老鼠叫做形太歲 所以所以只要有這個 三四個生肖的人 特別就容易出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娛樂圈的部分 那個兔子 是76年次屬兔的 那炎雅倫呢 是73年次屬老鼠的 那黃子椒是61年次屬老鼠的 那這個黃蓮玉呢 就是49年次屬老鼠的 這個是娛樂圈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政治圈 像那個陳雪生立法委員 他是40年次屬兔的 那鄭鴻輝就是前這個新竹市議員 他是58年次屬雞的 那朱學恒 他是64年次屬兔的 所以還有一個王丹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社運人士 58那他是58年次也是屬雞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些出事情的 都是屬老鼠的 屬雞的 屬兔的 那所以呢 這個爆發呢 還會再爆發更大的 甚至會在哪裡 在校園 那其實還有什麼 法院的也出事情的 那法院的像那個 李柏道 他是法院的院長 還有那個調查局的 這個劉錦勳組長 那甚至呢 後面還有什麼 警察 還有一介 所以陸陸續續 都還會有 爆發的問題 爆到9月為止嗎 原則上 因為這個有呢 有就是在9月嘛 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農曆的8月 就等於是國立的9月 所以這個風波 還會持續到 今年的國立的9月 然後後面才會 慢慢慢慢的平息 好 那今年針對疫情 我們是比較不害怕了 因為有解藥了 對不對 然後知道這個病 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疫情的部分 今年是不是 還有一些要注意的呢 對 其實今年 2013年 叫奎卯年 奎是水 卯是木 那只要有所謂的木 它就會有流行的 這一個所謂的 我們講的病菌啊 病毒啊 像那個什麼 那個SARS啊 像我們今年 還有所謂的 其實那個COVID-19 還沒有結束 那雖然知道 它是怎麼樣 還有解藥 但是還是 還是還會再發生 那其實今年 還有什麼 基溫 你看那個年初的時候 那個基溫 不是很多 基都死掉了 連蛋都沒了 都很貴啊 所以今年 其實就是要注意到 這些疫情的發生 因為這個水呢 就會帶動這個疫情 那問題是 水帶動這個木之後 它會刻土喔 刻土之後就是 今年的房地產 所以今年的房地產呢 這個不會再一直漲 想買的不用急著出手 慢慢看 所以在今年來講 這個房市呢 它的成交量會萎縮 價格不會一直在串升 所以想要買房子的人 今年跟明年是好機會 可以慢慢看